说起菊花,相信大家都是不陌生的,毕竟自古以来人们就有上菊,喝菊花茶的习惯,而菊花被誉为花中君子,同时也是中药材的一种,最适合在秋天的时候泡茶喝,可以给身体带来这几种好处。 菊花颜色不同,功效也各不同菊花,其实也是属于中药材的一种,在中医理论中,菊花为苦感,性为寒,具有散风清热,瓶干淋木,清热解毒的作用,而本草钢木十一中海陈菊花可以止住风头穴,易穴润容。 在生活中,我们用菊花泡茶喝,自然可以生活到这些好处的,相信很多人也知道,菊花具有很多种,如果是从颜色上分的话,可以分为黄菊,白菊,而这两种菊花的功效也是有侧重点的。 一,黄菊,散热,黄菊的味道是比较苦的,但是清热能力比较强,善于疏散清泻,在生活中,如果有伤火,口腔溃烟等等情况的话,是很适合用黄菊泡水喝白火的。 另外,黄菊还可以散风热,防止风热感吗?而白菊,瓶干淋木,与黄菊相比,白菊就没有那么苦了。 而在功效上,瓶干淋木多是使用白菊的,而且比较适合干火上盐,事物模糊,同日牧师院的情况。 菊花茶搭配两种中药,能让好处加倍,相信很多人也知道了,菊花茶的好处其实是很多的。 而在生活中,我们如果是想要菊花泡水喝的话,也是可以搭配一些其他重要的。 一、枸杞加菊花,枸杞和菊花的搭配由来已久,中国传统医学就有一个体质地黄丸的药物,主要成分就是枸杞和菊花,而枸杞不算逆精,瓶干淋木,菊花散风惊热,瓶干淋木,凉热搭配,对于环节瓶干有着不错的作用。 方法 菊花十克,枸杞五克,加入适量开水冲泡即可。 二、金银花加菊花,金银花,菊花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搭配。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,金银花可以清热解度,清干泄火,疏散风热,而黄菊可以清泄疏散。 两指合用,可以起到清干泄火的作用。 方法,菊花八枚,金银花三克,加入适量开水冲泡即可。 肾虚,减责,高血压,高血脂,糖尿病,肝病,皮肤病,口腔问题等等,怎么调理最有效。 看爱多每天为您推送各种专业,是为了的健康之事,帮您识破健康谣言,走出用药物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